作为司机 你最起码的交通规则 你应该证实 我就觉得他压死人是不对的 刚才您看的画面是9月15号 在上海市徐汇区 发生了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 这说是事故 似乎不太准确 这个横在马路中间的那名女性死者 是个停车管理员 名叫熊玉兰 今年52岁 而肇事的车辆呢 就是死者身边的这辆奥迪A6 这起汽车压死人事件的起因 竟然就是为了奥迪车主 拒绝交付15元的停车费而引发的 2011年9月15号下午2点29分 网友纪沃在他的个人微信里 率先发布了事故的消息 他在微博中描述 今天上午10点不到 我路经东安路 突然看见马路中央过来一男一女两个收费员 一前一后追踪一辆奥迪车 女的在前面撑住车头不让走 男的在左边想拉车停下 奥迪车眼见摆脱不了他脸 出乎意料的猛然加速冲撞了过去 可怜的女收费员瞬间被压住车底 卡在了右后轮下 随后 奥迪车驾驶员下车 转到车后看了一眼 后车轮的情况 立即掏出手机 一边拨打电话 一边朝北走去 男收费员发现这个情况 立即拔腿就追 在一百米外的一个大院门口 把他截住 并死死抱住他不放 女收费员被车碾压 而关于事情的起因 姬沃说 竟然是为了十几元的停车费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都是事实 在微博的后面 姬沃还附上了当时事发现场的照片 网友姬沃的这篇微博发布之后 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 当天下午 他的这篇微博就被转载了四千多次 对于赵舍司机的冷却行为 网友们是骂声一片 说这个车主啊 为了区区十几块钱的停车费 竟然把人给压死了 而且在施虎还逃逸 简直禽兽不如啊 赵舍司机 为什么会如此有恃无恐呢 哎 有网友首先就猜测到 这名司机可能有着深厚的背景了 为了调查事件的真相 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 我们围观栏目的记者呢 就赶到了事发现场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9月15日的事发现场 上海市的东安路 就是在我身边的这个位置呢 一名女性收费员 被一辆奥迪A6轿车从身体上撵过 当时奥迪A6轿车的车后轮 还压在她的身体上 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 当我们记者赶到事发现场 进行采访时 附近路边仍有一些市民 在一轮的头一天上午 所发生的惨剧 不少市民的话语间 充满了对女收费员的挽急 和对赵氏司机的愤恨 我们都在这个一人这个事 就是说明他算是故意 等于像故意杀人一样的 作为司机 你最起码的交通规则 你应该证实 人家人在前面了 等于在前面是横道线 你应该停下来了 我就觉得他压死人是不对的 再怎么样 也不能把他弄死吗 现场周边的居民告诉我们 事发的停车场 位于复旦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门口 因为每天全国各地 来这里看命的人非常 一到工作日 医院就会人满为患 医院里的停车场 更是一味难求 因此多安路 从斜坡路到00路 西侧沿线 画出了四个临时的停车区域 用于停车 停车时段为周一到周五的 七点到十七点 收费为首小时十五元 之后每半个小时十元 9月15日的上午8点40分左右 肇事司机王某就驾驶 他的奥迪A6轿车 来到了我身后的这个区域 而从斜坡路和东安路 交叉路口的位置 到我身后的这个纯净水服务站 就是东安路临时停车场的 四号区域 当天熊女士就是负责这一区域的车辆收费管理工作 这位中年妇女是质押鲜花店的老板 事故发生时 她正在店里照看生意 她亲眼目睹了女收费员和赵德司机 争执的整个过程 车辆都坐嘛 哎呦 从车子这个 一个男的就是在这个边上 拉套门 这个女的呢 就在小娘这样 在拉套门 就是问她要停车费嘛 在挡着车 对 就不让她走 此时 男子驾驶的奥迪轿车 已经开到了马路上 而女收费员就横在车的前面 不让男子驾车离去 执意要她付停车费 在马路上面 我们上面够看 我们也听不到他们讲什么 反正她这个车子就是 不停下来 不肯够 够钱嘛 收费员熊玉兰执意要司机 把停车一小时的15块钱交了 可那司机呢 死活不给 俩而因此就发生争执了 这时候在附近三号停车区 收费的陈师傅呢 看到这个情况了 于是呢 就赶了过来帮忙 当时呢 她就站在奥迪车左门一侧 就是靠近驾驶员的位置 帮着熊女士呢 向这个车主要这个停车费 这个女的 就是当时是背靠着这个车子 背靠着车 一个手放在那个 那个引擎盖上面 那边 那个右翼 左边呢 左边一个男的 那个西方员 就是敲他的玻璃 你把车子停下 把钱赴来 奥迪车司机并没有理会 陈师傅和熊女士的邀请 而是一边摁着喇叭 一边开着车 缓慢地往前行进 熊女士则是步步退让 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当车行进了 大约60米的时候 意外突然发生 突然那个车子 大概加了一点速度 当时他就转到那个车子下面去 整个人在下面转了一圈 我就跑车上去 敲打他那个 那个前面那个发生机 那个引擎盖 我说你停车停车停车 你把人家压死了 在张师傅的提醒下 赵氏司机王某 似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 奥迪车才完全停了下来 现在正好这个旅途 但是那个 背 那个背 就抵在那个 右边的后人下面 我说你赶紧往后倒 赶紧往后倒 人家人家死了 你赶紧把车子倒一点 但是呢 他也会撒掉了 我们就也换了 在车子里面坐着 坐了一下 你动 过了大概一分钟 司机下了车 来的时候 他就想打电话 说他吵货了 什么 叫他们来拒绝他 全身发抖 都连我看见 全部发白了 瞬间发生的惨剧 立刻就引起了路人的注意了 有人立即拨打了120 还有110 而此时熊女士的身体呢 大部分都被卡在了车下边 只有一双脚呢 露在外边 人们根本无法看到 她在车底下的情况 这为了救人 附近小区的保安 张师傅啊 赶紧招呼一帮人过来 愣是把奥迪车 给抬到一边了 等把这车完全挪开 熊女士的身体 才完全暴露了出来 而现场的情景啊 所有人看了 都惊呆了 我不敢看 我不敢去 我下场了 我敢去 我把她拖出来以后 她就是 朝天 朝天这个头 手头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一年没动 就是身上在抽 身上身体 越不越在抽动 我还摸了一下 我看她死没死的 身上还是热的 我一年猫的时候还热 也没那么快 所以我曾下岛 不超过五秒钟 就在大家齐心协力 抬车救人的时候 已经知道 床下大祸的司机 王某并没有参与失去 而是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向北 朝着邪徒路的方向 后两个 一边打电话 一边就往后面走 看到赵氏司机 要逃离现场 熊女士的同事 陈师傅 赶紧飞快地追了上去 并在附近的一片草地 将她紧紧抓住 赵氏司机王某 就是在这片草地 被熊女士的同事控制住了 之后不久呢 民警就赶到了事发现场 随后 王某就被民警 带到了我身后的 这个治安港亭 据了解呢 王某在这里 待了一个多小时 问他 为什么 其实他当时也很紧张 就去说的不清楚 后来 只是说 他在这里不停地打电话 打电话呢 就是我觉得 有个很听得很清楚的 就是 看着王某的情绪非常紧张 治安平宜的保安 给他倒了一杯水 喝的时候 那个水啊 那个杯子都有点抖 手都抖 紧张的 喝下去之后 这个人面前感觉到 就贫贱也好多了 在沟通中 保安队的彭亮队长了解到 赵氏司机姓王 是安徽宣承人 这次他来上海 是为了给妻子看病 因为妻子得的是白血饼 这让他的心情非常糟糕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反正就是不是很清楚了 就是说六胜无阻了 他说他会和这一辈子都会 都不会忘记的 一直在强调 他不是跑 因为 因为我们保安都戴着帽子 站在门口 他吹着不是在前面一点吗 他一直就讲到 觉得 因为 好多人都是在他跑 现场讨厌 他说我怕 如果说我登在现场的话 旁边他们老板人 就会打死他的 所以说他看到 我们在那摩托 就往我们这边走过来 他一直找到这个人 这边可以实施 他是走到我们这边来的 赵氏司机 王某在治安亭里 待了大约有一个小时 被随后赶到的警察带走了 而就在他被带走的同时 现场负责抢救的 医护人员那传来消息 这个收费员熊女士 因为伤势过重 已经死亡了 听到这一噩耗 很多人都为熊女士的行为 感到惋惜 他没有意识到 是说他这个行为 有多么的严重了 因为对大多数来讲的话 有个人挡在前面 自然你就会杀车 然后把这个钱付了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 他遇到了 是这么一个无理的一堆龙 所以最终就形成了 这样一个悲剧 据现场的群众反映 在东安路的民事停车场 因为停车费所发生的纠纷 这并不是上次 这里条路收费 已经出了好像不少事情 都感觉到他们收费人员 和这个停车人员之间 有很多经常发生 这种类似的争吵 我们在这里 作为招保安的时候 经常看得到 在现场 我们注意到 东安路临时停车场 并没有划分常规的 矩形停车区域 只是用了一条白色实线 来和机动车道划清界限 在停车区域内 设立了一块停车收费的告示团 许多车主停告时 并不清楚这里是需要交费的 因此纠纷是时常发生 他态度不怎么好 或是因为没说清楚 经常跟司机发生争吵之类的 据了解 这片停车场属于上海 鸿胜车辆停放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领导说 对于逃费司机 公司一般都要求收费员 在收费登记册上 填写巨付就行 在我们记者 对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 关于事故的原因 还有另外的一种版本 人们的这种猜测 因为事发当天 靠近赵克司机位置 最近的陈师傅 最了解当时的情况 为了向陈师傅 求证当时的情景 我们记者再次来到 东安路的临时停车场 您好 那问一下 就是9月15号 我不知道这个 我不清楚 不在 我新过来的 你是新过来的 对对对 原先在这个1号位的 那个陈师傅 他是去哪里了 那我不清楚 新来的停车场管理员 告诉记者 陈师傅在18之后 就已经掉影着 具体去了 他也很清楚 随后 我们记者拨通了 陈师傅的电话 喂 喂你好 请问是陈师傅的电话吗 你谁啊 是这样 我是山东卫视 围观栏目的记者 我们想跟他了解一下 就是9月15号 那个交通事故的时候的 当时的一些情况 我们想跟他了解一下 他现在没跨 他现在没跨 那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喂 不好意思 你打错了 打错 你刚才不是说 是他的电话吗 挂电话 因为无法联系到 事件当天 死者熊女士生前的同事 陈师傅 我们就无法求证 照着司机 是否是误采油门 致人死亡的说法了 目前这起案件 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过程中 相信公安机关呢 会进行相关的技术鉴定 排除各种疑点 给双方 给公众 一个公正的交代 但不管事件 是出于什么原因引发的吧 对于照着司机的行为 人们是难以接受 大家觉得 这纠纷 他有纠纷的解决途径啊 你说为了区区15块钱 既然闹出一条人命 的确是不应该啊 你不要一紧 一开始 我一面就紧 找其他区域吧 你就要停下来 你说他跟你说了 你就同意了 说你没人了 你停下来 你就要二十付费 我说实话 你就停在马路中间 把交通堵死了 也不要去赚了 那不是好了吗 一点事都不会办 对你这个争辩 要 我十块钱 为什么要付 什么的 就把这都无所谓 警察要了来都可以 司机他本身的这种 就是不讲理这种行为 所以我觉得说是蛮可悲的 开着几十万的车 为了十几块钱的停车费 哎 争执较真 这样人的做法 实在让人想不通啊 你说你不交停车费 那也就算了 你竟然还顶着停车的管理员 行进了六十来米 难道就没意识到 这么做可能会发生 伤人的后果吗 而事发之后 有网友在这个上海 交通安全信息网上 更是发现 这辆车白号为 晚辟B-0167的 安徽级赵氏车辆 从这个2010年6月至今呢 在上海市共有22次的 违法违章记录 其中这个违法停车 多达五次 最后一次违法记录呢 就是在这个9月份的 9月8号这一天 这一下子就激起了 网友对他身份的猜测了 网某的真实身份 究竟是什么呢 在他的身上 还有哪些谜团没解开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稍后我们继续围观 前面说在上海市徐汇区啊 一名女收费员 因为15元停车费的纠纷 被驾驶奥迪车的司机啊 硬是给碾压致死了 这一消息在网上发布之后 立刻引发 众多网友的围观和愤怒来 因为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 警方就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 那为了求证 这个赵氏司机的真实身份 我们栏目的记者呢 后来与这个赵氏司机的哥哥王世怀 取到了联系 而那个时候啊 王世怀正在带着弟妹和侄子 在返回安徽老家的路上 因为我们的地区啊 我们的那个北京 我们的这个事情比较大级 因为他这个平台已经是 一天二天 上一天就知道了 他是慢性的 他现在已经用了 但是还没有听 我们的人进来 这个北京 但是没有多少效果了 他现在 对于一些报道和新闻评论中所说的 关于自己弟弟很有背景的说法 王世怀说 这纯属无中胜有 王世怀说 自己和弟弟出身农村家庭 后来弟弟到上海 跟一些老板打工 逐渐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 后来自己做起了食材批发生 因为弟媳妇患有白血病 找不到匹配的造血干细胞 只能保守治疗 因此弟弟挣的钱 大部分都用于治疗妻子的病 在王世怀的眼里 弟弟并不富裕 很多时候就是为了称门面 赵氏的那辆奥迪A6轿车 是他表弟的 为了方便弟弟接送妻子看病 就借给了他暂时使用 弟弟有一儿一女都在老家 其中儿子还是智障 女儿目前正在读初中 这次事发后 因为怕孩子们接受不了 一直没敢告诉他们真相 而面对一些媒体和网友的猜测 王世怀显得很无奈 对于弟弟肇事逃逸的问题 王世怀说 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事情已经发生 作为犯罪闲人的家属 王世怀表示 会积极对受害家庭进入赔付 争取他们的谅解 王世怀的一番讲述 让我们看到了 犯罪闲人王某真实的一面 也让我们了解到 他的家庭也挺不幸的 目前警方已涉嫌故意杀人罪 对犯罪闲人王某进行了刑事拘留 最终等待他的姜贵是什么样的判决呢 对此我们也采访了一些法学界的专家 从刑法意义上来说 他是故意 那么为什么是故意呢 一是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二是帮任这种结果发生 无论是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或者帮任这种结果发生的 都是一种故意的行为状态 那么他启动高速的车辆 像这个堵在他车前面的收费员 创去的时候 他必然是希望或者帮任这种结果发生的 所以这个案件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的案件 他不是一起交通造势 从他心理上的主管态度 一种犯罪目的来判断 他对这个失望的结果 他放任了 因此我们根据他这个行为造成的结果 和他的主管上的犯罪目的结合起来 主客外一致把它定为了监制故意杀人 在照着司机是否逃逸的问题上 专家则表示 不论照着司机是否逃逸 都不会影响案件的最终定性 逃逸不逃逸 不影响他案件的定性 仅仅影响案件定性之后 两性结果的 两性的情况 为了聚焦15块钱 开车把人压死了 虽然这可能是司机的一时糊涂 他没有预料到事件 竟然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但是他的行为 还是属于放任结果的发生 导致一人死亡 触犯了刑罚 这起奥迪车碾压 女收费员事件 被网友是高度的关注 其中还传出了 很多是没有根据的猜测和谣言 那么这背后是否 也有着更深层次的问题 是一些有钱的人 以为自己有了一点钱 就了不得了 就谁也管不了他了 是不是 就可以横行一事了 这种心态是有关的 就人的本质而言 都是平等的 这个要与无差别的保护的 有钱的人 怎么当有钱的人 这个是大概中国社会当中 现在已经需要人们思考的问题 在事发现场 围观群众的指引下 我来到了上海市林林路 二百五十弄 就是我身后 这个叫做风林新村的小区 据说受害人熊女士 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那么熊女士究竟是一个什么 怎么过 我家里我跟我爸爸都很内向 不太说话 只有我妈妈是比较活泼的 等于是她是一个桥梁 像我妈妈现在不在乎 我跟爸爸都很少说话 不知道说什么 说话的这位年轻人是熊女士的儿子 目前她在上海崇明县的一家企业上班 听到母亲突然去世的消息 小伙子悲痛欲绝 结束采访的时候 熊女士生前的所在单位 上海鸿胜车辆管理有限公司的 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了 他们会做好上后事宜的 尽全力安抚私的家属 给家属一个交代 为了15块钱的停车费 酿成这样一幕的惨剧 真是不应该发生 甭管最终等待照着司机的是怎样的判决 也不管死者家属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赔偿 这都无法消除这起事件 给两个家庭带来的悲剧色彩 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个例 但是她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 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之下 那都要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不管对方是干什么的 否则一件小事 那就可能导致最为严重 让人意想不到的后果 请不吝点赞